港股的主要负面因素都充分反映 由去年恒指高位大约31,000多 近期比较低位置已经16,000多 调整幅度都差不多是一半 港股的一些所谓熊市来说 平均的调整幅度大约50几个百分比 其实离开底部应该都相差不远 从中长线的部署我认同现在是一个机会 我想疫情的因素在现在未必是占一个很大的比例 我反而觉得美国的加息超出预期 还未有一个很明显的对联储局的部署 会不会什么时候开始所谓收手也好 或者是缓和市场会比较关注 比如本地也好 或者包括内地的一些防疫措施的变化 或者什么时候放松等等 这个反而可能是那个焦点比较大一点 目前的股市我认为是受到三方面的应收的影响 第一是美国的加息 对于企业的盈利会有直接的影响 第二个来说的话呢 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的话呢 本身它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一个产业链 那么第三一个来说呢 实际上也是很关键的 那么就是中美关系 实际上美国一直在打压中国 特别是打压中国的一些科技方面 所以令到本来正常固执的一些科技股 那么受到很大的打击 股市跌到目前的状况的话呢 应该还是 现在还在探底的方面嘛 对于投资者 那么手头有现金的话 那么可以买一些 比方说收习的一些股啊 还是有机会 我觉得离个底是非常接近的 离个底差不多到很快会见底 现在是入市的时候来的 是趁低好机会入市的时候 不过你入市就不要用孖短 用实钱买实货 这样的形式是可以入市的 买一些市值大的股份 现在其实很方便呢 有些ETF 例如科技股的ETF 恒生指数的成分股的ETF 这些都可以适合到 比如小投资者 一个价位小一点嘛 我估计呢 股市很快 但是在第四季 我们会见到一个明显反弹 可能去到明年第一季的时候呢 有另外一个高点 短期在第四季 你现在入市呢 在第四季已经见到有一个 可能有百分之 十到百分之二十的回报了 黎明前的黑暗 守得云开建业明 我觉得大家参考这13个字 请不吝点赞订阅